你已经知道质量大的物体惯性大 运动状态不容易改变 而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那什么叫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呢 这其实就是物体的速度大小或者方向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质量和力都跟速度的改变有关 速度的改变也就是加速度 所以力和质量都跟加速度有关系 那它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需要通过实验来研究了 实验中需要测量加速度力还有质量 质量容易测一个天平就搞定了 来看下一个力怎么测量呢 用手拉弹簧秤吗 那可不行 实验中必须保证力始终大小不变是横力 而手拉不稳定那怎么办呢 可以利用砝码的重力 把砝码放在小牌里通过系绳 跨过定滑轮与小车连接 实验室小牌和砝码的拉力 倾引小车做云加速直线运动 当小牌和砝码的质量 远小于小车质量时 可以近似认为 这个拉力和悬挂重的重力相等 至于为什么有这个要求 咱们以后慢慢说 现在你先记住它就好 这个方法不仅保证了 小车受到的拉力始终是横力 而且改变小排中的砝码 就可以改变小车受到的拉力 非常方便 拉力虽然横定了 但它还不等于小车所受的核外力 这也是因为 小车还受到木板摩擦力的作用 怎么抵消它的影响呢 咱们可以适当调整木板右端的高度 让小车在没有重物时 能够匀速滑下 这是小车所受的重力 沿斜面方向的分力 与小车所受的摩擦力 恰好相等 这两个力的合力为零 物体就好像不受摩擦力一样 咱们就可以认为 气声对小车的拉力 就是小车所受的核外力了 别忘了 这个拉力近似等于重物的重力 因此核外力也就近似等于重物的重力 这就容易测量了 质量跟核外力都可以测量了 还剩下加速度 不过这个实验里 每一次加速度的大小 具体是多少 其实并不重要 咱们真正关心的是 每次实验中 小车加速度的比例 那就可以用更简单的装置来测量 把两个小车放在木板上 都按照刚才的方式 系上细绳 挂上重物 在两个小车后端 也各系上一根细绳 把这两根细绳 用一个夹子夹住 使两个小车保持静止 如果打开夹子 两个小车就同时开始运动 再关上夹子 两个小车就同时停下来 在松开夹子的过程中 两个小车运行时间相同 根据出速为零食 位移时间的公式 在相等运动时间里 两车运动的位移之比 就等于它们的加速度之比 用磕头齿量出两个小车 在相同时间内通过的位移 就可以算出两车加速度之比了 是不是很方便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为了探究加速度与力 质量的关系 需要测量小车的质量 小车所受的外力 和小车的加速度 小车的质量 用天平就可以搞定 测量外力时 为了消除摩擦力的影响 需要将木板垫起一个小角度 这样在重物质量 远小于小车质量的时候 就可以近似认为 小车所受合外力 等于重物的重力 测量加速度时 具体大小并不重要 可以使用简易装置 通过测量位移比 得到两车加速度之比 这就是这个探究实验的 完整实验装置了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 就去刷题练练手吧 就去刷题练手吧 就去刷题练手吧 这就是这个探究实验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